哈喽早上好啊 现在也不能叫早上了 已经11点多了 这个床不知道为什么睡得那么舒服 睡到现在才起床 然后我们打算去找一个西餐厅 吃个也不能叫早饭了 早中饭吃完了下午 然后我们打算去找找 那个蝙蝠山洞到底在哪里 现在还不知道呢 吃完了边吃边找吧 好 跟着我的镜头去看看啊 从酒店出来开车大概四五公里吧 就可以到那个西餐厅 因为我网上搜了一下 我看了看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他吃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 所以想到那个地方去查试一下 谷歌地图上显示说这一家开着 但是我们来了以后 他门上写着close 那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吧 他谷歌上面也没有更新 那就是不开门了 我们再去找别的吧 他们的三轮车你看是在后面的 后面一个驰在那里 然后前面是一个推车 路边找到一家咖啡餐厅啊 我们就在这儿喝口咖啡 吃个午餐 咖啡上来了 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做热的 说是只能做冰的 那你说拿铁还好 他如果说不能做热的 可能他不能打奶泡是吧 但每次他说他也不能做热的 只能做冰的 搞不明白了 上了一碗菜 这个是个什么汤啊 不知道是个什么汤 这个味就臭烘烘的 有点像这种臭鱼啊臭什么的这个味儿 又来了碗螃蟹啊 这个螃蟹看上去真的还不错 跟我们那个宁波的枪蟹很像啊 这个是什么蟹啊 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又上来了两个菜 这个是个啥呀 这个不知道是啥看一下啊 这个是凉拌猪杂 这个是凉拌猪杂 这个是炸猪肉是吧 这两个我都比较喜欢吃 这个就很明显的像泰北菜嘛对吧 我都甚至觉得有点像老挝菜 你拿一个给妞妞去吃吧 我们在这儿吃饭啊 妞妞在后面学美术课 还没开始吧 应该快开始了 现在我们在吃着饭啊 那妞妞在后面也能够学习 这个是我觉得想美术宝一对一的这个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疫情嘛 在我们泰国现在好多课都停了 学校反正不用说肯定停课了 包括像妞妞的钢琴课也已经停课了 那像美术宝一对一的这个 它是玩出了一个网络教学嘛 就非常的合适 它每周是有两节课 而且这两节课学下来 每周的两节课 我看到水平提升也是蛮高的 像学习这个东西啊 我个人一直觉得 它是需要有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 你说像钢琴课这样子 之前一直在学一下 现在这样如果说一两个月停课停下来 没有办法去学的话呢 可能水平就会作为一个很大的退步 可能前面都忘了 包括孩子也是忘性特别大嘛 大人也影响 其实你如果不是一个连续的学习过程啊 那就会比较麻烦 像美术宝一对一你看啊 后面在那儿 然后他们也都是真人的一个教学 一对一的教学 然后老师和学生之间 也固定的老师嘛 所以的话就会产生一个信任感 现在开始吧 他们开始上课了 关键的一点是随时随刻就可以学习 你只要拿上像iPad啊 像我们在餐厅里啊什么的 随时就可以开始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不用干来干去送他去上课 这里是那里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比较自在的一个行业 也就是需要在到处去旅游啊 到处去旅行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 现在点击下方的链接啊 就可以领取免费的试听课 0元享受价值280元 在线一对一的商人美术体验课 试听名额限量发售中 赶快和我们一起来开启孩子的画画之旅吧 现在呢我废话也不多说了 反正我今天推荐一下啊 就我们自己也是在学的 这个美术宝一对一的一个课程 大家记得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点击链接 我们一起让孩子们都来拓展一下自己的一个艺术细胞 好了 这个是烤的吗 感觉不像烤的 这个是个熏的啊 我觉得熏的 只要这个菜啊 我觉得可能是大部分人接受不了的 像我们那边吃臭的食物比较多的是吗 像我们什么臭鲁鱼啊 像什么臭豆腐啊 像什么梅的这种憨菜啊什么的 有点像汉菜瓜 有点像汉菜瓜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说 但是我觉得其他北方的朋友可能接受不了 我们还可以 我们还可以 这个糯米饭怎么是紫的 对 炸粮糯米饭 炸粮糯米饭 炸粮糯米饭啊 好吃吗 好吃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配这种 我们就多多多的东西出来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 辣的东西可以弄 米饭就解辣 解辣啊 嗯 又来了一份这个猪肉 这个我也挺爱吃的 然后我不知道它蘸的这个 这个辣的这个 然后好像还有芝麻还刷的 特别好吃 哎呀完了掉了 茶子 茶子给弄起来 哇这样汁就蘸的太多了 太辣了吧 好吃 而且就只有点甜甜的 嗯 我爱吃饭 看到这些调料啊 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们的邻居啊 他是四川人 哎 然后他跟我们说 他们家光是辣椒面就有好多种 呃什么叫蘸蘸的辣椒面啊 炒菜的辣椒面 烧菜的辣椒面 反正各种各样不同 而我们杭州人家里面就只有酱油醋 糖盐 还有料酒 没了 就这几样东西 啊所以地域上面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吃完饭了 买单是一千一百株也就两百二十块钱 这一家餐厅生意很好 都是吃这些凉饭的东西 啊都已经翻桌翻了好几次了 现在我们吃完了还有好多人 好嘞 我们出发 开出了餐厅 今天我们去那个蝙蝠洞 是不是洞我也不知道 反正在满天飞蝙蝠的地方 呃 开过去好像要一个小时七十多公里吧 呃一个多小时 啊我们到了那边去看看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开着开着就下雨了 这些旁边的这种田地当中烟雨萌萌啊 啊气温一下子也凉快了起来 看到前面出现了那么一个山 呃像个盆景一样啊 跟后面的那个山好像完全不一样 呃挺好看的 拐弯进了村子 呃看样子应该就是在这个山体里边 开进去看看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观景的地方 看到一个路标啊 你看路标上标的也是蝙蝠啊 诶一个蝙蝠的标记啊 我们看看哪里能停车 不知道蝙蝠是从哪飞出来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挺不错的一个 算是咖啡馆还是个算是个民宿啊 反正这个地方应该是能够看蝙蝠的 上面都有个平台 啊这坐一会吧 坐一会他后面那个车我觉得挺有意思 上面装着一个个空调 那算是客房还是啥 包厢 是用集装箱做的一个咖啡馆 哦环境不错 哇这边到田边上真的还不错啊 就是太晒了 漂亮是真的漂亮 哎呀泰国北部啊就是不缺这种田园风光 啊这个后边算是一个汽车公园吧 还有网红在这拍照呢 还有蝙蝠的一个标记啊 到后面这个公园去 还有十泰珠 投币 哎呀我这么胖了挤不过去 挤过来了 看看啊 哎呦这个公园去买那么一堆废旧的汽车 也挺费钱的是吧 这样五珠五珠什么时候能转回来 十珠十珠 啥时候能转的回来不知道 哦这个车就一个方向盘了 还奔驰呢 有意思 我们看看 我刚才问 我说这些都是干嘛的 那个老板跟我说 他说是客房 哎这个客房有意思 我过来看一眼 空调都是有 哎看不到 哦就是那么一个房间而已 只是一个房间而已 然后一个空调 还有一个电视机呢 哎没事可以来体验一下啊 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 住一晚上 哎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车窗他都把它弄得很黑 看不到外调 哦还可以上这个平台呢 啊可以爬上去 爬到这个平台上去 看一眼 好嘞 啊我站在这个车顶上了 啊 站的高就是看的远啊 啊 啊那种是属于大房间 那大房子 大车子 哦这也有一辆 这也有一辆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一晚上 我过去问问啊 哎我来看看这一间 这一间就比较大了 能不能进去啊 哦 哦还有个驾驶座呢 啊最近还没弄好 他也是这个地方就让你们睡觉 他给你们做了个小洗手间 还没做完呢 啊这样子的一个客房 真的挺有创意的 还改开个窗子 还有一个天空之梯啊 坐在上面拍照片 应该很好看 哎呦好多鸟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然后看着整个的稻田景 哎其实拍照片倒真的还是蛮能出效果的 老板说这一辆比较豪华 让我过来看一眼 我们过去看看啊能不能进去 豪华的好像就那么一间 哦 呦还强化地板 这儿不知道放啥 这儿也没东西 哦 那这间的确实是比较大了 啊 这一张大床空调 哎呦这间住住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 还有一个条电视机呢 这是个啥 哦 这是个小衣柜 那这边应该就是个洗手间了 看看 对洗手间 淋浴 去体会一下房车啊 哎呦有意思 哎呦就太闷热了 空调开开还可以 啊这边还有一些竹亭子 让你们坐的可以 我一直就在说嘛 泰国人啊 你说玩这个事情啊 他们真的是 哎呦太脑洞太大了这个 对吧 对于玩的这一块东西 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嗯 就是就是也是我喜欢泰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哎永远有让人惊喜的东西 都脑洞大开的东西 你看这一些都是附了十泰珠 然后进来的啊 来拍个照片 人还不少呢 一个大蝙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 对吧 这儿有些蝙蝠 哎就生意也好了 刚刚问了一下啊 就前面的那个小面包车 它是七百泰珠一晚上 那也就是一 多少一百四 一百四一晚上 然后后边的那个打的那个黄的啊 那个打巴 那个房间的话是一千四百泰珠一晚上 也就是两百八人民币 哎都不贵啊 感觉都不贵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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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